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着时代的发展 留学生的责任已经从国家指派到个人行为 只要是想到国外增加自己知识的人都可以通过机会出国留学 大部分的国人都会选择回到自己的祖国 虽然有一些人看到外国的月亮好像比中国的圆 留恋于国外的画画世界 今天要讲的便是一位特殊的留学归来的科学家 他叫延宁 来自山东 不到20岁便进入中国清幻大学生物学科学习 在学校中更是一路开挂 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博士 而且还是远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 在外学习的时候 延宁是克明记着自己的身份 他在读博士期间表现突出 受到大学中不少老师的赏识 毕业之后曾有国外机构开出优越的条件 让他留在美国工作 同时清华大学也递来了评书 请他做生物学科的博士生导师 面对这两个选择 他依然选择了后者 一方面是放不下自己的家人 另一方面也是想在国内有一个好一点的科研环境 不想太有功利性 就这样 延宁成为了国家生物学科的顶尖人才 虽然她是女性 但是性别并没有限制住她的发展 她自己也表示 现代社会的女性已经不同于以前 女性相比于男性 甚至更加沉稳和能干 延宁回国之后 一边带着学生 一边进行着自己的研究 期间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最突出的便是破解了一项困扰科学界50多年的难题 她率领自己的科研团队 发现了蛋白质关键运行机制 对于治疗癌细胞和探索制拼音有着极大的帮助 这项成果对中国乃至世界都是非常重要的 延宁也因此受到了国际的嘉奖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了解更多历史信息 请关注二江说历史 留下你的评论吧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